常听老师说 九品往生 而下品下生 要在莲胎中待很久 等到花开才能见佛 那莲花还没有开之前 能够自由行动吗 一朵莲花之大 有的数十里 有的数十万里 行动怎么会受到拘束呢 但是在莲胎中 无法听闻佛法 难免会叫沉闷 但是下品下生 是十二五逆众生 遇到善知识 懂得临终念佛 所以往生下品下生 平常没有造五逆之罪 且又整天修持的人 如果往生 不会是下品下生的 下品下生的往生者 在莲花未开之前 只能在莲胞里活动 这样不是很不自由吗 比起在六道里轮回 不停地受苦 在莲胎里实在逍遥自在多了 释迦摩尼佛 现在在哪一个世界呢 如果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 佛的慈悲愿力都是平等的 为什么还要往生净土呢 如果说我们这个世界会恶 为什么除了三恶道以外 十方佛土或天界都清净快乐 唯独我们这个世界会恶呢 这需要分段解释 第一 佛固然慈悲平等 土却有净土会土的区别 净土乐会土苦 想要离苦得乐 就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第二 佛有三身 法身片满虚空 凡人的眼睛是看不到的 而佛的应身 会随缘视线 度化众生 自释迦摩尼佛灭度后 我们这个世界可以说 没有再出现应身佛了 第三 佛的愿力各有不同 释迦摩尼佛的愿力 是专向娑婆世界 普度众生 而地藏王菩萨的愿力 则专向地狱普度众生 第四 天界的快乐并不就近 欲界天有五衰 色界天有三大灾 无色界天有生死轮回 怎能称上清静安乐呢 第五 众生会生在净土或惠土 是受众生的树叶所感而生的 念佛后一定要念回向文吗 灵命中时 八苦交间 四大分散 神世昏尘 恐怕无法念回向文 该怎么办呢 回向文是平时所发的一种愿力 临终时不需要自己念 临终时保持纪念相继 具足信愿行 才是最重要的 全教和实教的意思是什么呢 弥陀经是全教还是实教呢 实是真实不虚 全是善巧方便 弥陀经教人们念佛往生 这法门能够万人修万人去 所以极乐世界确实是存在的 阿弥陀佛说法 以心求佛 以佛应心 心不离佛 心佛如依 事理清晰 是最真实不过的宗教 但是 没有深切探究心法的人 恐怕难以彻底洞悉其中的意义 所以佛才会说 这是男性之法 经济中曾提到 甲石百千姐 所作业不亡 因缘与会时 果报还至寿 另外又提到 念佛一生可灭八十亿姐生死重罪 这两种说法是否有矛盾呢 凡夫的业障 到底能不能消除呢 前一段经济说的 业因不亡 欲缘受报 是指众生若不能觉悟 放任命运 随业力而转 终究会致食其果 而后一段 念佛一生 可灭八十亿姐生死重罪 是指众生若懂得念佛 学佛 自然能灭罪消业 这两种说法 并没有矛盾 各有不同的含义 凡夫学佛 就是由你转悟 由凡转圣 如果学佛不能消业障 那又如何能由凡转圣呢 阿弥陀经的 其中多有一生补处 是补佛位的意思 但不知是补西方或是他方的佛位 虚空无尽 世界无尽 谁处可补 不限于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经有一句 众生生者皆是阿彼拔志 不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阿彼拔志是梵语 翻译成中文是不退转的意思 说婆世界的人 根气顿 环境又差 修行进退不定 很少有人能有所成就 纵使小有成就 也会随着宁顺境的不同 而动摇其心 失去原本修行的成果 劝他人修行 又容易受人讥笑 遇到困难 往往产生退转心 但是生到极乐世界 修行则是有进无退 当然人有所成就 如果念佛没有回向 这样也可以消灭罪业吗? 念佛没有回向 虽然也可以消罪灭业 但是回向则较为如法 听说念佛念出声音 可以度人和鬼 默念则度自己的神事 这种说法对吗? 另外 念观世音圣号的效果 是否和念阿弥陀佛一样呢? 要度自己 度他人 或者致他双度 全决定于自己的愿力 这和高深念佛 或默念没有关系 至于念佛和念观音的效果 是否相同 一般来说是相同的 但是求往生的人 依经教奉行 当以念佛为主 请不吝点赞订阅